4月24日,我们乘坐大使馆安排的大巴车从首都出发前往苏丹港 在首都仍然可以听到相报声 撤离的路上通过冲突双方控制的多重关卡 经过14小时顺利到达苏丹港,住进了大使馆安排的营地 眼下苏丹武装冲突已经十多天了 真的感谢工作人员的坚守与付出 现在我们正在从苏丹港到吉达港的船上 很快将到达吉达港 现在是沙特时间下午1点 我们乘坐中国驻沙特大使馆安排的大巴车 行驶了大约半小时,刚刚到达入住酒店 一路上大家都非常的激动 大家都纷纷给家人还有朋友打视频报平安 感谢祖国 当地时间24号 首批经由埃塞撤离的中方人员通过了埃塞口案 随后于当地时间26号凌晨启程回国 目前已经顺利回到祖国 而在首批撤离人员抵达埃塞俄比亚之后 第二批和第三批经由埃塞撤离的中方人员 也在25号从苏丹顺利撤离至埃塞境内 其中的49人于当地时间27号凌晨 搭乘埃塞航空航班回国 并于北京时间27号下午 顺利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第二批和第三批经由埃塞撤离的中方人员 共有约60人 在大使馆协助下 这两批人员25号同样在莫特马口案顺利入境 并于埃塞北部古城贡德尔集结成功 随后经多方协调 26号这批中国公民搭乘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 包机抵达首都亚地斯亚北巴 现在在我身后的是第二批和第三批 从苏丹撤离到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公民 他们26号从公德尔市出发 刚刚抵达埃塞俄比亚首都亚地斯亚北巴 我们昨天通过使馆的人员的努力 只用了两个小时吧 我们就离境入境了 剩下的就是在路上的时间 所以说昨天我们还是很顺利的 这次撤离行动时间紧任务及难度大 撤离人员表示从行动开始前 中国大使馆就始终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 行动期间也竭尽全力保证他们的安全 并开辟绿色通道 让中方人员顺利快捷地通过边境口案 到边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非常担心的 就是担心出不来进不去 所以是非常担心的 但是我们使馆是非常给力的 就是包括我们的五官 我们的参赞 还有使馆的工作人员 在苏丹边境给我们办理了临时签证 协助我们甚至他们都到苏丹境内 协助我们从苏丹通关到埃塞这个边境 到我们坐上车 我们13个人所有手续全部办全 仅用一个小时时间 非常的快速便捷 就是他们给我们开了一个 相当于一个非常好的绿色通道 我们非常骄傲和自豪 作为一个中国人 我们更骄傲和自豪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也感受到了 中国和苏丹的这种浓浓的友谊